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听了忽然间静下来 回想到自己以前为众生奉献的那份菩提心 含着眼泪回答说 西方极乐世界 恩师又牵着他的手 他那双手经过一次次的打针 已经肿胀又千疮百孔 恩师问他说 你这双手已经为众生做了很多的好事 您的功德回想到哪里呢 他回答 西方极乐世界 他终于想起了自己以前 每天在佛前做客的回想 一念之间 他就回心转意了 恩师问他说 那么我们送你一程好不好 他说 于是在大家的注念身中 他凝视着佛像念佛 大约十五分钟就往生了 恩师顺情而化 善巧的三言两语 就把他从激动的情绪 带回到往生的信愿 这其中的奥妙转折 我们要细心体会 这位联友 过去热心为人注念的善音 终于也感变了 自己临终时的大善缘 帮助自己提起信愿